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里边行走 关键是抬不起腰的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终点 到了将近15分钟了 它有个红草 这个应该是那种水 现在这是一大片的红豆酸 寿林的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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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下水道里边特别多的泥鳅鱼 它们都是像吸到这个岩壁上一样 以前我们感觉泥鳅鱼特别滑 但是你看这个地方的泥鳅鱼呢 它们都是拿用它的嘴呢 像吸牌一样的牢牢的吸到一个岩壁上面 然后这是一个城市的排污管道 它们可能就是靠吸植在里边的一些有机卧 一些飞机卧来围水 我也是头一回看到鱼鱼是这种生活方式 你看这个地方的鱼鱼 有点不像鱼了 有点像虫的鱼 它们就是吸在那个岩壁上面 然后这个地方也非常 也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水 只有一点点它们保持身体水润就可以了 然后它们就在这个地方围水 这景色反正也挺奇特的 看到牛鱼 一群的牛鱼 感觉像死了 但其实它们有个活的 我一来可能它们有点害怕的 都往下游 就往下蹭 不知道它们靠什么围水 然后可能靠这个水啊 水中带来一点养分 它们吸收这些养分 水中带来一点养分 你有鱼属于是底细形的扎石洞 那这条鱼再有一条死你有鱼 这个死了 在自然界中这个鱼也不是说都能活 也是有正常死亡率 所以说我们平时养鱼的时候 如果说有鱼死亡了的话 也是很正常 就要这样大 看着眼前这极特的景象 我不由地产生了无数的疑问 它们究竟来在哪里 它们又是怎样生存呢 这条小河的上游 会不会有更多的鱼存在 我带着好奇 向上游走了一段距离 但后来 由于前方区域 情况不明 所以最终我还是没敢贸然行事 虽然没能够去上游 一看究竟 但是逐渐我发现 这里除了生活着大量的营兽鱼以外 还分布着很多的其他种类小牛 它们各具特色 比如说这些虾虎鱼 它们就很好地利用了保护社 将自己隐藏在环境当中 如果你不仔细观察 是很难发现它们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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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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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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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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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啊 啊啊